嘿大家好,我是利尔,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影片我们开箱两款刚刚从Kaiser寄来的随身刀 在之前的影片呢,有一些网友留言 为什么在美国这么多人都会随时携带一把小刀 在美国呢,很多人随时携带一把小刀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在公司里面呢,随便抓一个人 可能他的口袋里面,或者他的背包里面 都会有一把小刀,或者一个多功能的工具 那每天随时携带一把小刀呢 主要的用途并不是用它来防身 而是大部分情况下呢,主要是拿它作为一个工具 一个切割的工具来使用 特别像我每天收到很多的快递 用它拆快递非常的管用 而且在美国呢,每个人不论是开车在路上 还是在家里面,房子有些地方需要修补 有的时候呢,随时携带一把小刀非常的管用 下面呢,我们就开箱给大家看一下这两款刀 到底是什么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款刀的细节 现在开车的包装呢,非常的不错 非常具有中国的元素 可以看到这个盒子上面呢,是一个中国古代的这种大门 这种对开的 这里面呢,有关于这款刀的保养的说明 还有一个擦拭刀具的小软布在这儿 这盒子里面呢,有一个小的尼龙袋 非常的精致 如果你有收藏很多的刀具 这个小袋子还是挺不错的 很多其他的品牌呢,都没有这么好的包装 这款刀是一把小刀 叫做Faist 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把这款刀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这款刀同样是有这个小袋子 这款刀是一款特别款 叫做Lib 这款刀呢,是万圣节的限量款 Kaiser呢,只生产了50把这只小刀 针对万圣节设计的非常特别 上面这个刀柄呢,是橘色的,南瓜的颜色 这刀锋呢,是黑色的,上面有个蝙蝠的图案 另外就是最近我经常用的这把Kaiser的Yukon 这款刀我非常的喜欢 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把刀的细节 也有桌面上的这三把刀呢 它的设计各有不同 所以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看一下哪一款刀更适合你 首先呢,是这款相对比较小的Kaiser的Lib 在现在呢,你可能买不到这个配色了 因为这个配色呢,它只生产了50支 是这个万圣节的限量版 但是呢,你可以买它其他的配色 这款刀呢,是一款非常好用的小刀 男生女生都可以随身携带 它的开启方式呢,非常的简单 它是backflip 可以看到这个金属的部分呢,有一个凸起 用手向下一按就可以把它快速的打开 OK 非常方便 这款刀的刀锋呢,采用的是N690的钢材 以这款刀55到60美金左右的价位来讲 使用N690的钢材是非常不错的 N690的钢材呢,比较坚硬 会一直保持这个刀锋的锋利程度 它的手柄呢,是一种有颜色的G10的手柄 另外呢,它这个blade是黑色的 是black stonewash 经过黑色实习处理过的刀锋 包括刀柄上的这个夹子也是有黑色处理过的 这款刀呢,据说当天在发售的时候 一两分钟之内,50把刀呢,就完全卖没了 在Kaiser的Instagram呢,很多人complain 为什么Kaiser没有多做一些这把刀 很荣幸我可以拿到50把刀中的其中的一把 这把刀呢,叫做Kaiser的Feist 是更特别的一把刀 它的开启方式呢,是front flip 如果你刚刚接触这种刀呢,需要熟悉一下子 才知道怎么样开启 把大拇指放在这儿,往上一掰 我还不是特别习惯打开这种刀 这款刀呢,是一款更加高级的刀 它的价位呢,也要在150美金以上 首先它的刀柄呢,使用的是钛金属 既轻便又耐用 它的钢材使用的是S35V 是一种powder metal 更加高级的一种钢材 这把刀呢,是一把绅士刀 如果你每天穿着很正式 而且需要携带一把小刀的话 这把刀呢,非常的适合你 很多人每天上班就要穿西装 穿得非常正式 比较喜欢购买这把Kaiser的Feist 它的刀锋也非常的漂亮 像一片叶子 整个的刀柄和这个夹子都是钛金属的 非常的高级 放到上衣口袋里面也非常不错 然后用这个动纸把它弹开 而且这三把刀的尺寸呢,也各不相同 适合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功能 给大家看一下这三款刀尺寸的对比 这一把Kaiser的Lib 它的总长呢,要在14.5厘米 而这把Feist,它的总长要在16.5厘米 而这把Kaiser的Yukong它的总长要在20厘米 这把Lib它的刀刃长度要在6厘米多一点 而这把Feist,要在7厘米 那么这把Yukong呢,它刀刃的长度要在8.5厘米左右 像这把Yukong的尺寸呢,是比较大的 如果你去切割一些比较大的物品 可能这个呢更加的舒适 但是呢,如果你每天只是拆一些快递 随时携带去切一些小的东西 这两把刀呢,是完全够用的 而且呢,像这种N690的钢材打磨起来非常的容易 如果这个刀用久了之后,轻微的磨一下 就会变得非常的锋利 这把Feist,我非常的喜欢 这两款刀的刀锋呢,也都是这种stone wash的 Kaiser的刀呢,出厂之后还是非常锋利的 不需要进行任何的打磨就可以直接使用 非常锋利 OK,那么这就是关于对这两把刀的开箱和介绍 另外呢,是对这三款刀的比较 如果大家对这些刀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Amazon或者Blade HQ去购买 如果在国内的朋友对这些刀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私信给我 All right,那么下次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